回到政治新聞繼續要帶您關心 五都升格已經滿兩年 但是跟他們財政相關的公債法 和財劃法修正案 卻還在立法院審議當中 朝野黨團今天都表示 目前不只是中央和地方不同調 甚至連不同的現實之間 都有不一樣的意見 因此在毫無共識的情況下 這個會期想要通過財劃法的機會相當低 攸關地方財政的公共債務法 和財劃法修正朝案 目前還在立法院審議當中 公債法修正朝案 雖然週一初審通過 不過還要等於一個月的朝野習商 本會期勢必無法三讀通過 而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朝案 由於各界意見分歧 藍綠黨團坦言 本會期初審通過的機會不高 各縣市的看法不一 他不是黨派之分 這會期應該不可能過 我們分配 所以可能怎麼怎麼分配 要有公式 這個東西大家要談清楚 民進黨團希望中央把柄做大以化解爭議 財政部應該要把這個 統籌分配稅款的規模給擴大 希望能夠多增加四個百分點的所得稅的比例 放到統籌分配稅款裡面來 不過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洪石認為 行政院願意讓步的機會不大 有國民黨立委擔心 只要財劃法沒有通過的一天 對臺北市以外的縣市財政都很不利 雖然大家不能夠盡如人意 但是如果不修它的話 那還是中央集權集錢 那同時臺北市是最優勢的 對其他的四都 或者對於其他的二十幾個縣市都很不公平 來臺立委雖然都希望儘快通過財劃法修正案 不過到底何時才能通過 沒有人敢給答案 記者當中 陳昌違 台北報導